小罪和破障 我们今天看看林郑月娥的思维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在我之前提到 有关中国功夫打不打得的一段影片里 曾经提到 争论的双方对同一个词 会有不同的解释的时候 我们会争论不休的 例如在上一段影片 我讲到其实什么是中国功夫呢? 如果我们争辩双方 其实对中国功夫的范围 中国功夫的定义 都不同的话 其实我们是没有争论的余地 又或者 如果我们对什么功夫打得 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其实我们永远不会得出 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OK 通常我们很普遍会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在一个争论里面 其实很常会看到 双方对同一个词会有不同的解释 或者双方对论题的不同字句 都会有不同的解释 有不同的演绎 而引致争论不休 在平常我们看到 争辩双方有这个情况 是很常有的 但其实很少有会出现在同一个人 即是很少会说 同一个人在这次的争论里面 对中国功夫有这个理解 在第二段说话里面 在第二次争论里面 对中国功夫就有另一个理解 很少的 始终也有的 但是少一点 更加少的情况就是 同一个人在同一次说话里面 对同一个词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很少有的 这是思维能力很低的人才会出现的情况 当然有没有呢 有的 我们日常生活都经常见到 同一个人在同一番说话里面 前后矛盾的 不罕有的 但是比较罕有的 就是出现在政府的正式的声明里面 又或者出现在高官 我不是说高官的思维 一定会逻辑性很强 但是高官说的话 通常会经过很多重的 他有他的幕僚 他有他的工作人员 他有他的同事 会一层一层的 累过他将会说的说话 尤其是在记者招待会的说话 或者一些新闻稿的说话 通常都会经过几层 或者经过几个人 过累过才会发表的 我们很少会看到 这么低层次的错误出现 但是在星期二 这这么低层次的错误 的确出现了 香港最高的一个官员 不知道算不算是官员 出现了最高的领导人 香港的特首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身上 事源在星期二行会之前的 记者招待会里面 林郑月娥特别说了一番说话 这番说话就是回应 张炳梁教授的一番说话 张炳梁教授在之前的某个场合 曾经说过那番说话 林郑月娥就是在星期二 行会之前的记者会上 回应她这番说话 或者我引述一下 报章上的报道 当然这段新闻 我是直接看直播的 但是看直播 我又不会记得很多的 我们来看报章的引述 引述哪一张报章号呢? 我引述《文汇报》 我为什么会引述《文汇报》呢? 我相信《文汇报》的立场 对林郑月娥会最有利的 假设我引述 会有点错的 会不准确的 我相信就算不准确 也是对林郑月娥有利的 我引述《文汇报》 如果想批评林郑月娥来说 我相信是最稳妥的 除非我拿回片段来听 然后自己一字一句地写 我又懒了 我不想这样做 所以可以引述《文汇报》 《文汇报》是这样说的 至于坊间有人声称 他说坊间有人声称 似乎他不想说张炳梁教授的名字 为什么他不想说呢? 似乎他对张炳梁 可能还有一点留有余地 因为他是前高官 所以他又没有把他的名字按出来 坊间有人声称 我们知道是张炳梁 政府要慎防将香港国安法武器化 林郑月娥对此表示非常惊讶 流心 到这里我们看到 张炳梁其实只是要政府慎防 将国安法武器化 是慎防 她不是指控她已经将国安法武器化 当然我们会这样想的 你为什么要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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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警告的意味 你叫我慎防将国安法武器化 是不是暗指我将国安法武器化 我也相信张炳梁是这个意思的 不过他说出来是叫政府慎防 作为政府应该扮无知 应该扮无知 你叫我慎防 我便慎防 你便回应别人 我会慎防 那便可以了 正常一个政府 或者政府以往的表现 都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这届政府 有些地方 与以往的表现是很不同的 这次政府 是会因为别人叫你慎防 哪怕这个慎防 只是假装 其实是说你已经将国安法武器化 但是正常政府以往的做法 是会扮不知 扮你真的叫我慎防 然后我对你的善意提醒 表示感谢 然后跟你说我会慎防 但是不是啊 林郑月娥的表现是表现出非常精明 她看通了 张炳梁不是真的好死 叫我慎防 她真的指出我是武器化 OK 接着她说 她强调香港国安法 是一条保护国家安全 香港安全的法律条文 某程度上 她本身可以说是法治的武器 惩罚的是一些犯罪的人 这个她是不是有意 这次她就好像有意地扮猛 我们怎样去理解 武器化这个词会 我们正常来说 所谓将一件事武器化 将一件事武器化 的意思是 将那件事偏离原有的目的 然后去攻击别人 例如 我们将原子笔武器化 就是原子笔应用来写东西 虽然写东西也可以用来攻击别人 它也是一个武器 但是如果我们说将原子笔武器化 即是说明明这个用来写东西 你再去插人的眼 这个就是武器化 将原子笔 偏离原本的用途 变成一件武器 攻击别人 这个就是将原子笔武器化 又或者 将雷射笔武器化 雷射笔用来观星 或者老师用来教书 你再去照人的眼 你照到着火 或者你照瞒人的眼 这将写东西化 的确是可以成为一件武器 但是 这个就是偏离了雷射笔原有的用途 这个就是将雷射笔武器化 虽然它原本也可以作为武器 或者 将菜刀武器化 菜刀是用来切菜的 你无端所砍人 这就将菜刀武器化 它本身都是一样利器 但你将它偏离切菜的用途 就是用来斬人 这是武器化 又或者是猪肉刀 他用来砍猪肉、剃猪 你去砍人 这就是把猪肉刀武器化 一般人听到张炳梁说的 把国安法武器化 相信都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把国安法的原有用途偏离 偏离他的原有用途 将他变成攻击人的武器 我相信多数人都会明白 将国安法武器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林郑月娥又选择扮猛 刚才她很精明地看穿了 你叫我慎房 其实不是叫我慎房 其实你是警告我 你是指控我 这次她就扮猛 明明我说你是将国安法武器化的意思是 提醒你不要将国安法原有的用途偏离 变成了攻击政敌 或者攻击你想攻击的人的武器 明明是这个意思 林郑在这里选择扮猛 所以她的回应就是 香港国安法是一条保护国家安全 香港安全的法律条文 这个没有人反对 尤其他的成立过程 不符合基本法 或者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 但是没有人会反对 香港国安法成立的目的 就是表面上 至少表面上是用来保护国家安全 现在我就要提醒你 不要偏离她的原意 OK 好了 你要扮猛 就应该扮到尽 最后你也要扮到尾为止 但后来她又不扮猛 在下面 根据《文汇报》的引述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 反之过去一年 我们看见什么被武器化 金融体系被武器化 用来制裁 一些社交媒体被武器化 用来起底 好 从这两句我们看到 原来她又真的知道 什么是武器化的 她知道将金融体系的原意 偏离她的原意 变成攻击人的武器 变成制裁人的武器 这个就是武器化 将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即是Facebook Facebook IG 将WhatsApp 将那些原本用来沟通的工具 变成攻击人的武器 偏离她原本的目的 就是武器化 从这两句 我们看到 林郑月娥是心知肚明 其实张炳梁 所谓的武器化 是什么意思 一段短短的说话 我们看到林郑月娥首先扮不明 诈不知 诈不知 诈不知人家说的武器化是什么 然后突然间又明白 她举出一些其他方面 武器化的例子 OK 你看到林郑月娥的思维 似乎十分吻乱 她首先明察秋毫地 明明多数以往的惯例 就是人家提醒你的时候 你会假扮被人提醒 人家表面提醒 实质是控诉 这个时候 通常一个政府 会假扮不知 假扮被人提醒 OK 然后 她突然间又会假扮不知 什么武器化 然后最后 她又会知道 什么武器化 然后举出一些例子 从这里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觉得这个政府 似乎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林郑月娥的逻辑思维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如果这件事 是发生在一些平民身上 或者普通人身上 甚至出现在我身上 我不会觉得惊讶 因为可能是冲口而出 但是 她有了稿 虽然她好像脱稿说 但她也真的对着这份稿 相信她的稿 是经过她的同事 她的幕僚看过的 即是说 似乎问题不单只出在林郑一个人身上 连她幕僚 负责写稿 或者是负责審稿的人 都出现了问题 如果我们看回以往政府 我们不要说到那么远 我们不要说物理好 我们不要说尤德 我们不要说韦逆逊 不要说彭定康 我们就说回董建华 曾荫权 这类特首在位的时候 这些情况 通常她会怎样回应呢 他们首先 会假扮不知 慎防香港国家安全法 武器化这句话 原来是一个控诉 他们会多谢你提醒 但是虽然多谢你提醒 他们也会回应 因为她心知肚明 其实你是控诉 那她回应的时候 她不会那么傻 将自己说 我真的是一件武器来的 你干嘛叫我慎防武器化 慎防将这件武器武器化 是难以理解的 这个回应我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以往的政府 通常都会四两泊千斤 你那个慎防 多谢你 我会慎防 而且接下来她就会表示 我都不会像对方那样 将金融体系武器化 我不会将社交媒体武器化 国安法 我会正正荡荡地使用它 用在国家安全的保护方面 而不会将它武器化 这是一个正路的回应 偏偏这个政府 或者林郑本人可能太强势了 她的幕僚已经不敢再给她任何建议了 这次政府给她的回应 是这么多年来 我见到政府回应其中一次最低水准 亦是最难以令人理解的